所以 再度跟你說過 位移是一個向量 講向量必須要包含大小跟方向 向東向西 向南向北 要有方向 要講出方向 還要講出大小 三公尺 五公尺 十公尺 路程是存量 它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只要講它經過多久就可以了 從剛才的動畫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是直線運動不回頭 像我們前兩個例子 直線運動不回頭 這時候 你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好 那我們國中現在叫你直線運動 而且通常都不會回頭 所以在未來的計算中 等於就是沒有在仔細分辨 它到底叫位移還是叫做路程 因為它基本上都一樣就是位移大就是路程 我只要那個數字嘛 你坐線只要那個數字就好 所以就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沒有直線運動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那如果有回頭就不是了 所以我剛才講過 正野考試會出一些狀況 然後問你說位移有多少 路程有多少 兩個通常都不一樣 你就要小心分辨清楚 好 停車戰界問 這兩個 這個車子的位移多少 路程多少 你在做計算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圓周率 就用拍講就好 比如說二拍三拍五拍 請問你這樣的運動 他的位移是多少 路程是多少 他的位移是多大 路程是多大 對 挑一個回答我 二一 沒有這個人了 二三 二三 你要挑哪一個位移來路程 位移多少 向北二十公尺 真的喔 不錯 從南方走到北方 半徑十公尺 直徑二十公尺 所以位移是向北二十公尺 那路程多少 我剛跟你講過 如果你需要圓周率 用拍講就好了 什麼二拍三拍五拍十拍 回答就可以了 八號 十拍 十拍請坐 十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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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個圓周長十二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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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拍他走半圓所以十拍 八號 位移跟路程 再問一個簡單的小問題 這個兩輛車 這樣運動 請問你 他們的位移一部一樣 路程一部一樣 位移一樣 一部一樣 路程一部一樣 挑一個回答我 挑一個回答我 六號 六號 位移一部一樣 路程一部一樣 挑一個回答我 位移一樣還是不一樣 請坐 好 好的 位移是一樣 開始的地方一樣 結束的地方一樣 從這裡走到那裡 所以位移是一樣的 位移就是位子的移動 他們都從這邊走到那邊 所以他的位移是一樣 請問你他的路程一樣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 二六 二十六 路程 路程是不一樣的 走不一樣的路線 走的長度是不一樣 一個是半圓形 比較長 一個是直徑比較短 所以他的路程是不一樣的 好 這一些就是要你弄清楚 什麼叫做位移 什麼叫做路程 有什麼樣的差別 這是我們在這裡的時候的 考試的重點 你必須要弄清楚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謝謝客人練習